當你孤單的時候 你去到很寂寞的時候 你就會說很多話安慰自己 我沒事 我沒事 一個人多好啊 一個人不是單人的意思 有時當你覺得自己有些東西 別人不明白的時候 你就會說很多話安慰自己 其實很多時候一個人 可能你比別人更清楚一些東西 所以別人不明白你 但其實這些自我安慰也未必是真的 但你不斷安慰自己 好像是一種自己跟自己相處的方法 我見到一個人 我沒有人跟我聊天 你自己跟自己對話 其實不一定是慘還是不慘 純粹是那一刻的一個感受 沒有慘不慘 我想每個人都會經歷 但那時候 我想我們不會停在那個位置 不會停在只是覺得很慘的位置 很寂寞的位置 我們會不斷去找答案 我們寫完這首歌之後 我們都不斷去思考 究竟為什麼一個人會寂寞 為什麼會有這麼負面的情緒 究竟我們怎樣去處理他們 一開始就好像覺得 糟了 是不是大家都很像 那些感覺都是 就是 都是經常都覺得自己回家很晚 但又很喜歡 好像上癮一樣 很喜歡晚上自己一個 那種感覺是夜龜 是呀 很安靜 安靜到有點覺得比晚上更壞了自己 嘗試一下不同的版本 Show Room是比較清晰一點的 他說 當時覺得一開始的版本不是這樣 就應該維持以前的版本 就不要再改它 因為對我們或對觀眾都不是太好 而且好像終於圓著了 因為你那一刻想記錄的情緒 是應該這樣表達的 是呀 因為我怕觀眾會跟不上我們自己的內心發展 究竟開不開心呀 因為我們幾個月 第一次聽 可能是很簡單的結他 然後你聽到很簡單 然後真的很直接的感覺 可能之後改了就更多一些 其實我覺得那個改的重點是 是勾養自己 看這件事又不同了 但我想觀眾未必可能跟到我們這麼快 嘩 你那天才自己回家 然後又想通了